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 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看看今天请到的 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 余博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余继静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 就来分享这些 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 看看他们是如何帮助 我们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的 来 了解一下 这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是通过同学 介绍认识的 到现在交往一年多 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 和生活习惯都不太一样 我们之间充满了互相猜忌 彼此不信任 他也不买婚房 对结婚也只字为题 让我一直都没有安全感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姨 22岁 来自浙江培训师 女嘉宾小富24岁 来自河北设计师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怎么认识的呀 是大学同学 然后聚餐的时候 看见他了 然后两个人就加了微信 就约着玩起来了 恋爱了多久啊 快两年吧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那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是希望他能够正视我的一些要求 但是每次我跟他说真心话的时候 他都不会去当回事 就当做耳旁风一样 因为作为一个男孩子 在恋爱中 他应该是对女孩子很坚定的 然后是他的想法 是考虑比较周全的那一方 但是他一遇到问题就容易说分手 就比如吃饭的时候 比如我不来得及 跟他一起去交流啊 一直看着手机啊 忙着工作的事情 他就会埋怨我 哎 我们是不合适吧 或者是说吃东西 两个人我喜欢吃这个 会说哎呀 那以后不适合一起生活吧 就是特别懦弱 就是之前有一次 就是他要我给他做饭嘛 然后就跑过去给他做饭 然后做完了以后呢 就是让他来吃 他就喊了好几遍 一直不来吃 然后当时就生气了 然后菜都凉了还没有吃 这跟分手能牵得上吗 就是说会让我们生气 然后有时候生气的时候 我就不自觉地就说出来了 这样一句话 但是你说的次数太多了呀 不至于什么事 都说得出来吧 但是我后来没有说了呀 那还不是因为 我打了你一巴掌 你打他哪儿 打他脸呀 你太生气了 删耳光啊 对呀 这么大火气啊 你怕你女朋友吗 有一点吧 他可能 他删完你耳光之后 你做了什么反应 我没有做什么反应 然后我跟他道歉了 他删你耳光 你跟他道歉 因为我觉得他生气 是有理由的 那一次他就是想让我去哄他 但是我们两个人说 一些事情以后 然后我还是说了那句 可能我们不合适 他当时就生气了 打了我两个耳光 是俩是吧 啪啪 一个啊 你记错了吧 行行行 哎呀 你们俩真是 这叫啼笑皆非 打完之后改好了 打服了 那段时间他没有再提了 但是后来给他发很多消息 包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 他的画面变少了 然后很久很久才会回我 难不成你一两天不看手机的吗 就是微信里没有及时回他消息 然后有时候他回得多一些 我回得少一些 他就生气了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 就是经常会有那种生气嘛 然后他一生气 他发的消息就发的特别多 质问我 骂我有时候我就没有回他 他就说我冷暴力他 有一次是他那天特别生气 发了很多很多消息 然后我没有回他 他就打电话 打了很多电话 我当时就没办法 我觉得我在忙有别的事情 我就把他给免打扰了 他发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实在是回不过来 就那一天 我回了几句以后 我要睡觉了 我说十一点二点了 我要睡觉了 但他就是晚上凌晨两三点 还一直发消息 然后那第二天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短信那边 五六十条的短信 然后我就闷了 然后好多骂我的话 结果那天到中午的时候呢 结果就猫主人 就骂骂咧咧地上门了 把我门给踹了 然后我问他才知道 是他把我地址泄露了 你还有脸说这个 那猫主人为什么会去找你 人家平白无故地 他会去找你吗 这怎么说着说着 有什么猫主人信息泄露 到底什么事啊 那个我们 我们都是喜欢小动物的 然后他喜欢猫 我也喜欢猫 我自己在家 我养了两只小猫 他觉得他没有猫 他就去领养了一只 那个猫主人是养不了了 因为猫太多了 他领了一只小母猫 但那个小母猫呢 他在发情期 他会乱拉乱尿吧 然后他觉得特别麻烦 然后当时那个猫还抓了他 他一气之下 就把那个猫放走了 当时正好天在下雨 下了三天 那个猫就是感冒了 宠物猫马就被淋死了 那猫出了事情 领养没多长时间 猫主人应该知道的呀 问他你告诉那个主人了吗 他没有告诉 那我就只好去告诉那个主人了 那但是你这样一告诉 你还把我地址告诉他了 然后人家就上门 把门给踹坏了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猫已经死了呀 我也不是有意义让他死的 对呀 但过后你连个态度都没有 你不觉得你这样总是在逃避吗 还有在身上很多的坏习惯 就比如洗衣服这件事情 我就拿孩子给女孩子洗衣服 或者是特殊的时期 比如女孩子生理期 我不能碰凉水 我觉得内衣是要手洗才干净的 我就让他把我内衣带回去 他带回自己的家里去帮我洗 但是这一幕被他爸爸看见了 他爸爸怎么说 男人不能给女人洗衣服 这是男人的尊严 你的尊严是体现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吗 我们那边的 男方那边的一个习俗 就是说男的洗男的衣服 女的洗女的衣服 一般是不互相洗的 然后我爸他又觉得 他是个要要面子的人嘛 然后他看到我 把你的那些贴身衣物都拿过来洗 他就说了两句 然后最后我也悄悄地给你洗了 就是给你送过来了呀 你平时也没给我洗什么衣服呀 那次我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这个衣服 他爸说了这些话的 他告诉我的呀 他肯定是对我有意见才告诉我的呀 因为我跟他说了 我拿他那些贴身衣服 被我爸看见了 然后我后来就告诉他了 然后他就比较生气 这件事那也就算了 但是我去你家做客的时候 你生气 我们聊到一个你不想听的话题 你特别生气 你就把手机摔掉了 然后你自己就铺门入 你就跑了 我们都联系不到你 你把你爸爸的手机号拉黑了 把我拉黑了 我们都找不到你 我还是过两三个小时看到 我抖音加了你 我给你打了语音 我耐着性子去给你讲道理 你不应该这样 凌晨十二点 然后你爸爸开车 去把你接回来 你不觉得这样做事情 太不理智了吗 但是我那天跑出去 是有原因的呀 那一天不是 就是有一个朋友吗 然后是我的朋友 是一个女性的普通的朋友 把她带到我家来 就是一起吃饭 当时她也在我们家 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然后我给她俩做菜 她俩吃饭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什么话题嘛 但她老就一直说我的不好 我当时就生气了 后来那个女生走了以后 我就跟她说 既然是朋友 你就不要跟朋友去说这种东西 后来我们两个就吵了一架 然后我爸就回来了 我爸回来了以后呢 他又跟我爸说他的委屈 说我的不好 当时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把门一关我就走了 后来是她的父亲 给她找回来的是吧 对 然后我们全家人吧 相当于去把她接回来的 什么就全家人 你把自己太不当外人了 姑娘 然后她记性总是特别不好 包括我们重要的节日 还有我喜欢吃什么 比如我们明天约好了 我们九点上午的时候出去玩 我六点就起床 打扮好了到她家门口 结果她自己蓬头光面的 还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吗 过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 今天跟我约好了 还跟我打趣的说 我以为昨天你开玩笑呢 我是真的记性不好 我就不是故意让你难受的 我是真的忘记了 然后我睡过头了 我 而且我有一个发小嘛 跟我关系比较好 就一起去见个身啊 跑步步啊 或者说一起吃个夜宵什么的 然后她也很生气 因为她觉得我跟发小关系这么好 聊了那么多 还过天空的聊 跟她就没有什么话题 那肯定啊 你跟你发小还聊了什么 还聊了我们的事情 好的坏的你全说了吧 还有你发小还说什么 你学给我听的 说你发小的女朋友 比我好多了 但是我说的时候 我没有说刻意地说你的不好 放大你的不好 我就是好的也说了 坏的也说了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跟她说 我发小说 她的女朋友就是没有 就是你的那些问题 她当时就很生气 她就说你肯定 跟你发小说我的不好 然后所以才会这样的 但是她老是就是说 对我的那些发小啊 朋友啊什么的 置顶了她也生气 然后聊天了 一起说了一些 有关于她的话题 她也生气 但是她自己呢 又把她的那些前任 又一个一个加回来了 完了以后 她就跟她们聊天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聊什么 我跟她们加回来 也是有事情的 也是因为聊工作的事情啊 聊完之后 你也都知道的呀 但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有点双标 就知道吗 就是我的手机 就是她的密码 她全都知道 就是一进去 她都能看 然后她的微信 我的联系人 她一个一个看 有没有问题 但是她的手机呢 她就不让我看 她就很生气 只有我强行哀求 强烈祈求以后呢 或者说要闹脾气了呢 她才给我看一下 你说得太夸张了吧 但你每次要求这样 我哪一次不给你看了 后来你不要求设密码 但是密码也是你自己设的呀 你把自己说得太委屈了 但是我密码设了以后 我都得告诉你啊 然后你设的那个密码 有一次 因为什么原因 被我知道了 然后我 我偷偷地打开了你的手机 然后你知道以后 你就改密码 她虽然是跟我在一起 但是她对她弟弟特别特别好 你还有个弟弟啊 对 她那个来这边上学 然后把她接了回来 亲弟弟吗 对 亲弟弟 但是我是给她租了房子 偶尔会给她做饭 对啊 她给她租了房子 她还就是过去 跑过去给她做饭啊 什么的 照顾她的起居 完了以后 她对我还没有那么上心过 我有一张信用卡嘛 就是绑定了她的 然后她每次就是用我的信用卡 会花钱买一些东西 然后一问就是 她给自己买了一些护品啊 之类的 她给她弟弟也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也花了一些钱 对 然后我就老是收到那些短信通知 您的信用卡扣款多少多少 你只看到了 我给我弟弟做菜那几次吧 但大部分我是买什么了 你自己是知道的 你说你记性不好 你的很多生活用品是忘记买 我给你买你家里的 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收快递 然后我买了一部分我的护肤品 你只看到了扣款 但你怎么不问为什么呢 你给我买的那个瓶光镜什么的 才多少钱啊 二十几块钱 还有那个鞋子也是一百块钱的 但是你给你自己买的 肯定比它贵啊 还有给你弟买的也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打算这样对你弟到什么时候 就说花我的钱给你弟买东西 还有对他那么好 我只是给他做菜那几次 被你看到了 而且而且做菜没有花多少钱 他现在上高中 我比较忙 我希望你体谅一下 你不是吃做菜啊 等他上大学以后 我当然不会再管了呀 你确定他上大学 你就不会再管吗 当然了 他是成年人 我为什么要一直管 可是他有他的父母呀 他父母明明可以给他生活费的 我给你解释过了呀 我父母比较忙 但是生活费学费 我父母都会给我了 我一直在 我难道我要所有的账单 对你都全部透明吗 他一个月刷你多少钱 也不多吧 可能一两千 一千多一些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秋比特问卷 黄红兄 女生刚才男生说 你的前男友是两三个 三四个 究竟是几个 三个 三个前男友都分手了 对对 他很懦弱 难道你不是在享受 他的懦弱吗 他是初恋 是情感的一张白纸 你难道不是在享受这张白纸吗 你在上面可以乱哭乱话 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男生 他不但懦弱 而且你看 原本很温顺 很温柔 事实都顺着你 认为你说的都是有道理 面对这样的一个霸道女友 他还说包容 难道你说他包容你 你真心的是肺腑之言吗 不是懦弱的恭维吗 如果我是你爹 我绝对不允许你和这样的女生交朋友 因为你们两个人不适合在一起 此刻我也替你爹说一句 等一下进去了 千万不要出来 明白吗 谢谢伯鸿兄 余老师 余老师 那边喊分手 你这一巴掌两巴掌下去 就不敢喊分手了 很好 他这个什么故事呢 是一个采花大盗和小白花的故事 对 采花大盗 一朵小白花 你就是你父母的那一朵小白花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他这个好那个好 因为他野蛮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种野蛮 从小到大你都被宠大的 爹妈宠你 身边所有人都宠你 所有人都满足你 没有一个人上来夸夸讲个耳瓜子 没有人上来对你一顿胸 没有人上来对你 拉手 摧花 你就爱上他 这是谁 这是投射 因为在你的人格里面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你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你觉得新鲜新奇 顿时你对他充满了各种好感 哇我好爱他 不是重点 注意了 我说这个不是重点 你爱上他 在我看来很正常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爹妈怎么能把你当成一朵小白花来养你 把你养成了如此退型和失能的一个人 现在我就发现有一问题 无论是生闺女还是生儿子 父母无限度的宠爱 导致了这些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不思考 你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跟他谈恋爱怎么回事 你最大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你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能力 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有什么资格当人家丈夫 如果你的脑子是动不了的话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 说我是一个男人 我站在这 我是有我的思维能力的 我是有我的自主意志的 没有 至于你 你嘴上骂他懦弱 但心里面还是喜欢他 为什么 口贤体正直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审美和价值观的背影 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一个男人不能懦弱 一个男人必须要 要顶得起来 要扛得起来 结果呢 你的内心的审美还是一个懦弱的男人 我跟你说你弟弟将来跟他差不多 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的存在 你和他爹妈是一种人 你的问题也不在这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没有教养的姑娘 你知不知道你在台上笑着说 我抽了你耳光 你很得意 抽耳光就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事情 你跑到人家男人家里面去 当着爹妈面吵架 你让一个男人戴着你的那衣服 跑去他们家当着他爹妈去洗 你以为你看 这个男人多么服服帖帖被我管的 不是 你没有教养 所以两位年轻人 我今天看到的 都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但你们两个人上来 却说是你们的爱情 不是的 是你们两位的原生家庭 对于你们教育的失败 投射到了你们的爱情生活当中 才有了你们今天的矛盾 所以回去各自 再休息一下吧 生活应该怎么过 人应该怎么做 二十多岁了 不小了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宁娜老师 其实我就特别想跟女生说 放过孩子吧 就她真的是个孩子 我刚刚还一直在研究 她裤子上那红点点是啥 我研究了半天 那是图案吗 后来想可能不是弄脏了手 自己抓上的 是不是 就还是个孩子呢 还会弄脏衣服 懵懵懂懂的上来 懵懵懂懂的和一个女人谈恋爱 然后懵懵懂懂的被我们这一些老家伙批评 给您时间成长 孩子呀 就有的时候有人的确他就是晚熟的 有一些庄稼他早熟 有一些庄稼他就是晚熟的 咱晚熟的不代表不好 不代表将来不能够成为一个靠谱的负责任的男人 但此刻您是个男孩 您是男孩这也没有什么错 但错在你却要跟一个女人谈恋爱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 误以为一个成熟的 有力量的女性 喜欢我 我就是被赏识 和我同时也拥有力量了 你一定有这样的错觉 所以才会在 明明是他错误地打了你巴掌之后 你反而夸他有责任心 因为是你想逃跑 他却把爱情给拉住了 这种想法本身是错误的孩子 但因为你还没长大 对于你来讲你就真不要害他 我不相信你对他有审美 你甚至都不会像我这样 对他还带点母性的温柔 我经常跟他耐心讲话的时候 你是训导主任 我跟他是耐心讲话 因为我不是他女朋友 我跟他耐心讲话 因为我把我放在了他的姑姑 他的阿姨 他的姐姐身份上 但是你如果用我这个方法 跟男朋友讲话 你的男朋友永远长不大 你明明就只是因为他好捏 他是张白纸 他听我的 这一个炎然是在前三任感情 给了您一定的创伤也好 或者说让您受到了 一定的不安全感也好 你认为最安全的一个人了 你捏着他 然后又想把他训练成 你喜欢的样子 但又害怕他长得太快 长成了你的前男友们的 那些样子 所以你盯他的微信 盯他的前任 但是又不允许他 进入你的地界半部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他不配 就像为什么你可以抽他耳光 因为你如此惨弱 居然可以反抗我 居然敢甩我 我抽你抽醒你 就是我给你脸了 你居然敢跟我提分手 您知道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对他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 如果你要告诉我 你对他有一点感情 也还请你放过孩子吧 他离开你 他能够成长 他换一个跟他年纪相当 可能跟他一样 就是这种 还是迷迷茫茫 小白兔一样的女生 他才慢慢地 自己主动萌生责任感 他就是人生里头 太多人替他做主 太多人替他指路 太多人替他解决问题 太多人告诉他 你该往哪走往哪走 才会使他养成了 我什么都不思考 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这样 你不适合他 你放过他 很诚恳地告诉你 放过孩子 谢谢米娜老师 没有觉得 已经越界了吗 不懂得什么是爱 因为爱的 最基本的一个元素 没有了 你跟他是平等的人吗 平等吧 对吧 我觉得平等 如果是平等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 去长抽他 我是觉得 你们俩应该分手 男生根本就不适合 谈恋爱 你没有建立起那种 恋爱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他说 你的责任感 你处理不了 你解决不了 你解决不了 这样的问题 这个女朋友是这样的 下个女朋友 可能还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会解决 生活里面有困难 你没有原则 因为你是没有原则 和底线的 所以我不建议你恋爱 恋爱是成年人游戏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红红兄来预测一下结果 可能谁都认为 这一对恋爱人 不应该继续在一起 但很无奈 他们还会在一起 都会出来 余老师 一时半会分不开 所以两个人还得出来 男出女不出吧 绝望的双出 来吧 看结局吧 请开门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